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问题终于有答案了 王一博想不起来 当看到赵丽颖给自己递眼色的时候 王一博瞬间领悟 回答有的有的 王一博解释说 我们出去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言下之意呢 就是说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 多数都是吃剧组提供的盒饭 王一博向来是一个有一说一的耿直男生 他的话 我们相信 问题就在于当前锋说 这就是没有请过吃饭嘛的时候 赵丽颖赶紧就暗示王一博吃过的 你再想一想 王一博想了半天说到 铁锅炖 说这话的时候还不是很确定 传邦了 种种皆相表明呢 赵丽颖请王一博吃饭的次数是少之又少 一是没有这个时间 二是真的没有时间 王一博给出的解释是说 二人都全心全意的铺在了创作上 哪有什么时间请客吃饭呀 之所以敢这么确定 就是因为当时前锋继续追问吃的是什么的时候 王一博回答不上来了 赵丽颖也回答不上来 赵丽颖挨手了一些 但是明显是底气不足的 所以就别再深究了 请客吃饭这个时候花不了多少钱 目的就是为了交友 毕竟在一个剧组工作嘛 私下不加深感情拍戏怎么找默契啊 电视剧油斐拍摄期间经历了疫情 所以时间赶工很紧 平时都会不怎么出门 都各自吃饭的 这就造成了说没有机会吃饭 杀青之后啊 估计会联系不多了 通过王一博 赵丽颖在天天相上互动的情况来看 二人还没有达到闺蜜铁哥们那种很熟悉的程度 估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 赵丽颖身居简出 王一博忙得不亦乐乎 很难会有个时间来请客吃饭的 可以理解啊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期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影视合作 字幕给赵丽颖的解释是 我请客我不能不记得吗 每一笔账都记在心里呢 果然是持家有道的好妻子啊 恭喜冯尚峰迎娶赵丽颖 这是最合适的夫妻神仙眷侣 我们羡慕 赵丽颖请过王一博吗 忘记了想不起来 那么王一博没请赵丽颖吃饭 怎么解释呢 王一博的理由是减肥 王一博不请赵丽颖吃饭 可能不是王一博减肥 而是王一博的性格限制了请客吃饭这件事情 叶博呢 是很内向的男生 一切呢 都是用实力说话的 对于社交啊 这种事情就会很回避 所以不会搞请客这一套 不过王一博还是应该学习王涵 学做事 学说话 学着幽默 还要学着人际往来 娱乐圈现在你可以被动 将来就要学会主动了 这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哦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